好奇迷连续假期 花莲涌入了大量的人潮 东大门夜市在每天 几乎都有破万人次造访 有的店家生意 甚至是比过年都还要好 而在花莲的外海 也难得发现有大赤金出没 为旅客们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海面上大赤金跃出水面 再跳回水里 一面有一片喷气 让游客超级惊喜 仔细看不止大赤金妈妈现身 还有大赤金宝宝也紧跟着妈妈 一起向游客say hello 难得一见的大赤金 3号下午出现在花莲外海 给连驾赏金的游客们 一个大惊喜 看到这罕见的一幕 就连资深的船长都见不到几次 母的大概有13到14公尺左右 然后小的可能是在6公尺左右 有的时候可能也看不到 可能要隔了好几年才看得到一次 真的超级幸运 而且还是大赤金母资党 见面连驾游客出游 除了到海上赏金以外 更又品尝当地美食 放远望去满满都是人 年假加上好天气加持 花莲东大门夜市一个晚上 人数只有破万 夜市的手更是一刻都不合线 国旅间接回到往日光彩 人潮就是前潮 民众开心玩 夜这夜 数千数到手周金 就这下午面 学历情花脸总播到